3 2 1 哨子声响房屋员冲上前被单枕头套统统拆下 再迅速换上新床单 铺床不仅要铺的整齐连边边角角 还得折成超完美的90度直角收尾 所有铺床动作限时7分内完成 要是不小心掉到地上立马扣分 房屋员紧张到满头大汗 为了招募人才及流才 饭店集团举办房屋铺床大赛 要考验房屋员 只要夺冠最高还能拿到万元奖金 来自菲律宾40岁的马欧尼 因结婚来台已经取得台湾居留证 房屋员资历超过10年 但像他这样的外籍面孔出现在旅宿业会越来越多 因为台湾缺工严重 旅宿业目前还没开放外籍移工 饭店业解套方式只能透过新南向实习生 或是透过结婚依亲来台的外籍人士补人力缺口 我们集团的员工呢外籍的话是占了2%到3%左右 然后在新南向的实习生的话是大概在实习生的38%左右 无论饭店餐饮各种服务业人力流动大 为了解决缺工议题 业者不仅要想办法提高薪资条件外 劳动部正在推动引进印度移工来台 首批人数不超过1000人 立院已经出审通过最快明年上路 只能说这样的外籍面孔 在台工作未来只会更多 民事新闻陈林光鸿海新北报道